这五味的棺果都好好的放在棺床上 唯独乾隆的棺材飘了起来 抵住了这最后一道石门 大家好 讲个 今天我们来聊乾隆 提到清朝最出名的皇帝 大家都会脱口而出 乾隆皇帝 这是因为乾隆的一生 极其丰富和多产 他既是执掌国家的皇帝 又是学者 诗人 猎人 收藏家和旅行家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皇帝 在死后 其淋木却被人疯狂盗绝 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件诡异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 这背后的故事 清朝入关后 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到了康熙年间 清朝逐渐进入了鼎盛时期 历代的古文字画 开始慢慢集中到民间巨富手中 清朝宫廷除了前朝遗留下来的文物 大多数都是出自于康熙年间设立的造办处 就是给清代皇家玉制用品的专门机构 造办处出品的除了皇家用品 也有皇帝需求的孤本凝膜 玉雕 精器 瓷器 宫廷绘画等 但这些东西做了再好 历史性和文化性也比不上历代的字画法帖 所以造办处的文物和民间收藏的文物相比 就逊色不少了 乾隆是一个兴趣极为广泛的皇帝 但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艺术品的疯狂追求 乾隆为了得到天下的真品 下令让民间巨富和各地大臣收集最顶级的文物 上脚上来 这样谁也不敢违背乾隆的旨意 历代文物源源不断来到了乾隆的身边 包括很多千古孤品 不说乾隆的艺术造诣有多高 从文物的数量和丰富程度上来说 乾隆绝对算是古往今来的第一收藏家 只要是没被前朝帝王带进陵墓和下落不明的 乾隆都能收集到 那么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拥有过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些字画法帖上盖上自己的印章 而乾隆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盖章狂魔 其实盖章这件事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唐太宗李世民极其钟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 认为是人间登峰造极的书法极品 唐太宗收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王羲之真迹 有几百卷之多 装真为卷制 然后再请当时的于世男 楚隋良等书法家鉴别真伟 然后以真观印盖于中凤作为识别标记 也叫做鉴藏印 皇帝这么做必定群臣仿效 民间也开始流行 私人鉴藏印也大量涌现 这些印章除了给书画增加历史感 还起到了鉴定真伟的作用 同时对研究书画的传承有很大的意义 比如流传至今的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 蓝亭旭的神龙本 虽然是魔本 但是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 上面不断添加了提拔和印章 到了乾隆 更是对这幅蓝亭旭魔本爱不释手 而这个时候蓝亭旭上面已经有几百个印章了 所以乾隆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 盖上了蓝亭旭上最大的一个印章 就是太上皇帝之宝 这下可谓是济鸦群雄脱颖而出了 除了这个最大的印章 乾隆还盖了八个小章 而作为专业的盖章大师 乾隆拥有的印章数量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共拥有一千八百余方印章 古往今来无人超越 其中还有自强不息 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口号 王羲之的另一幅作品 《快雪石琴帖》 这幅是乾隆又一真爱的作品 他有空就捧着快雪石琴帖 小心翼翼的观摩 兴致来了就在上面盖个章 做个诗 毕竟乾隆可是一生写过 四万多首诗的高产诗人 由于太喜欢了 乾隆就在中缝上面 写了一个大大的绳字 再盖上自己的乾隆陈汉 王羲之在这幅《快雪石琴帖》上 只写了四行二十八个字 但是上面的提拔有上千字 印章有二百二十个 其中乾隆盖了一百三十个 也就是说快雪石琴帖上 百分之八十的印章都是乾隆盖的 可见乾隆到底有多喜欢 对于其他皇帝来说 剑宝盖章那是附庸风雅 作为执政之外的兴趣爱好 而乾隆不同 他是把剑宝盖章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是真爱 除了字画 乾隆的古玩更是数不胜数 各个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乾隆用尽各种方式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收藏规模 经他收藏的文物 无论是上古青铜和玉器 宋朝的书画和民谣 当朝的石座和东阳的漆器 西阳的钟表和外邦的贡品 以及载入各类知识 经典的书籍 兼容并包 丰富程度超乎想象 乾隆极其真爱他的收藏 他甚至专门为了这些文物 让造办处制作了收纳了盒子 也就是说每件宝物都有了他们专属的包装 皇家典藏与盛装古物的盒子 相互辉映 这些盒子都是用上等木材制造 雕龙画缝 盒子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比如乾隆的雕子坛盘龙方和百石剑 子坛制作内有两层抽屉 屉内用隔间来放置各种宝贝 其中有汉代玉器 宋代字画 日本钟表 英国James Cox鼻烟壶 跨越上下2000年 福达东西10万里 以现代概念理解就是收藏界的极乐威形世界 齐家文化的玉壁 乾隆皇帝为之配了檀木座 并格外注意鉴赏其质地 色泽与形质 并重视对时代的判断 认为应是余下时代的产物 整个玉壁的观感更上一层楼 艺术价值极致凸显 紫檀木香足丝转盘盒子 里面装有玉器23件及书画手卷测验 合起来就是一个圆柱形的盒子 180度打开可成为一字形小屏风 360度翻转后是个正方形筒状 是乾隆时期工匠的巧思及宫廷陈设古文的最佳范例 而对于书画的包装 也就是包书皮 自然要用上等的材料 书皮多用织紧和卷面 加上刻丝刺绣的工艺 可见其华丽和独特性 而对于瓷器的保护和包装 乾隆也不会冷落 明成化的豆彩激缸杯 一对两个 使用特制镂空木套盒存放 再在木套盒面板上做预制湿 明显的流露出乾隆制造的敏感 这套激缸杯存量极少 其中一支在2014年以2.8亿港币的天价拍出 乾隆甚至把自己的自画像都装表得极为高雅 里面有乾隆各个年龄段的画像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贵的一本个人写征集了 公元1799年 清朝的乾隆皇帝走完了漫长而又辉煌的一生 享年89岁 就是这样一位把收藏当作毕生事业 盖章当作一生挚爱的皇帝 却怎么也想不到死后会被人掘开陵墓盗走宝物 其中还发生了一件件诡异的事情 清朝一共有12位皇帝 按照他们陵墓的修建地点 分为关外三陵、清西陵和清东陵 三座陵园 关外三陵是埋葬清太祖努尔哈氏 清太宗、黄太极和清朝元祖的陵墓 在沈阳以东 而到了清朝第三位皇帝顺志 在外出打猎的时候 选中了一块风水宝地 就是经河北中化县附近 于是把陵墓修建在了这儿 之后的康熙也埋在了这里 这里一共埋葬了五位皇帝 也叫做清东陵 位于北京的东边 到了雍正却标心立意 不愿意和父亲康熙葬在一处 各种原因无人知晓 重新找了一块风水宝地 位于北京的西边河北省境内 和清东陵正好一东一西 叫做清西陵 这里一共埋有四位皇帝 到了乾隆这里就犯难了 到底是把自己的陵墓 选在父亲的清西陵 还是祖上的清东陵呢 乾隆沿用了老祖宗 遭墓相见的制度 就是东陵为遭 西陵为墓 他规定如果父陵在昭 子陵则在墓 以此类推 这样两边都能得到平衡 于是乾隆就和爷爷康熙一样 埋在了清东陵 但是不管是清东陵 还是清西陵 在盗墓贼的眼中 早早都被盯上 清朝自1912年灭亡后 中国局势混乱 进入到了军阀割据的时代 各地军阀占地为王 形成派系 在地方上以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势力 说白了就是要有钱 有钱就有人 有枪就有势力 1928年 河北一带散匪非常多 国民政府派遣孙殿英部前往剿匪 孙殿英是当时国民革命军12军的军长 此人反复无常 多次便捷投靠 自己的地位也随着水涨船高 当时河北附近有一个土匪 叫马福田 手下有个上千人的队伍 但是这队伍要吃饭就要钱 没钱怎么办 马福田手下有个人 他建议马福田去到清东陵 因为这个时候时局混乱 清东陵已经没有什么人助手了 马福田一听 这可是个发财的好机会 于是就拧着一帮人 去了清东陵准备盗墓 马福田最开始是要到慈禧的定东陵 可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地宫的入口 就只好把地面宫殿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卖了 也是发了一笔小财 孙电英在河北找匪听说了这件事 当时正听说蒋介石要撤掉十二军 正为军饷发愁 于是一个惊人的计划就在他脑中展开了 他先是以找匪的名义 把马福田给打垮了 后来又借口军事演习 封锁清东陵 附近居民一概不得入内 这样外人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孙电英手下有两万人的部队 有枪有炮有炸药 没有什么打不开的陵墓 于是孙电英就使用炸药 盗绝了慈禧的定东陵 和乾隆的御陵两座黄陵 乾隆的御陵是清朝国事鼎盛时期修建的 耗资白银两百多万两 遍选天下精工美料 建筑艺术精湛 位居清东陵之手 而乾隆一生月宝无数 陵中陪葬有大量的珍贵文物 1928年7月 孙电英先挖的是慈禧陵 然后再挖的是乾隆陵 但是在刚开始盗绝的时候 怎么也找不到地宫的入口 于是令人找来了当时的一个老守陵人 对其进行威逼利用 终于知道了地宫的入口 原来慈禧陵和乾隆陵中都有一个院落 这个院落从高空俯视 是一个半圆形的空间 历史上的记载叫月牙城 在守宁人口中叫做雅巴院 这是传说清朝皇帝为了怕修建宁寝的工匠 把地宫结构透露了出去 就找了一群不识字的雅巴来这里施工 施工结束后这些雅巴有两条出路 一是处死 一个就是流放 这样就不会有人把地宫入口的秘密透露出去了 但其实这个雅巴院只是一个传说 并不是修建宁寝的工匠都是雅巴 而是中国古建筑中通常把那些比较隐蔽 从外面看不到的部分或构建用雅巴作为开头 像雅巴当雅巴船 所以才有了雅巴院这个名字 既然雅巴院是为了遮挡看不见的构建 那么这里就一定有玄机 通过这位老守宁人 孙年英得知雅巴院中流离隐蔽下面就是进入地宫的斜坡木道 皇帝的官果就是从这里送进地宫的 这是参考明十三宁建造的 因为在明朝就有雅巴院 地宫木道都是在流离隐蔽的下方 知道了地宫入口 孙年英秘人挖开木道来到了地宫的石门前 从雅巴院下的木道斜坡就来到了地宫正门 乾隆的玉陵一共有四道重达六吨的石门 而最里面就是乾隆皇帝和两位皇后以及三位妃子的陵寝 而要打开石门是要费一些心思的 为了防止有人盗墓 帝王陵的石门在最后关闭的时候 会在里面用一根石柱顶着 这根顶门的石柱叫做自来石 而自来石精妙的地方就在于 在石门内的地面有个凹槽 然后石门上面有个凸袭 关闭的时候将自来石放置到地面凹槽 然后缓缓关上石门 自来石就会随着石门的关闭 卡在门上的凸袭物 这样从外面就怎么也推不开了 达到了防盗的作用 其实自来石还是有办法开启的 开启的方法是使用一个薄木板 插入门缝将自来石顶起 然后套住拉到垂直的位置 就可以打开石门 但孙年英当时盗墓心切 哪有这么多心思去开门 直接找人到陵园里砍下了巨大的松柏树 然后让人合力把石门给撞开了 前三道石门都是这样撞开的 可是到了最后一道石门 怎么也撞不开 最后他们决定用炸药把第四道石门炸开 打开后感到既惊恐又害怕 他们发现最后一道石门竟然被乾隆的棺果死死给抵住了 原来地宫内严重渗水 棺床上原本有六具棺果 分别是乾隆和其他五位皇后和妃子 这五位的棺果都好好地放在棺床上 唯独乾隆的棺材飘了起来 抵住了这最后一道石门 当时的官兵都大叫乾隆显灵了 正要逃窜 结果被孙电英等人用手枪指着上前 打开了六具棺果 搜刮了财物 还在两米多深的水中 用竹筛筛出宝物 最后运出了二十多箱宝物 匆忙封筑木道 扬长而去 最后在清朝的遗老遗少组成的清理小队中报告 乾隆的地宫被盗得一塌糊涂 乾隆的牙齿都被敲掉了 嘴里的一颗西藏黄珠也被孙电英盗取 头颅滚到了石门旁边 乾隆和其他皇后妃子的尸骨散落一地 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最后只好把所有的尸骨 全部放入了乾隆的棺果中 而且在这次清理中 他们还在地宫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女尸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竟然没有变成一堆白骨 外貌依稀可见 而据辨认这就是令妃 也就是电视剧《沿洗攻略》中 魏英诺的原形 而他和乾隆生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嘉庆帝 而令妃的尸体 之所以保存的这么完好 很可能是生前长期服用 诛杀导致 而乾隆的第二次显宁是在1975年 当时的青东陵文保所奉国家文物局之命 决定对乾隆的御宁进行保护性清理 打开后发现地宫依然渗水 水很深 当工作人员打开前两道石门之后 第三道石门又打不开了 后来使用千斤岭打开后 发现乾隆的棺材竟然穿越第四道石门 顶住了第三道石门 而这个时候棺材里面装的是乾隆 和其他五位皇后妃子的尸骨 这不得不让人发出惊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 在1928年 孙建英盗决乾隆灵后 事发一个多月才被报道出来 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尤其是溥仪极为愤怒 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捉拿孙建英 于是蒋介石碍于当时的舆论压力 决定逮捕孙建英 为了摆脱追捕 孙建英这个时候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把慈禧林和乾隆林中 倒出的最上层的宝物 全部拿来贿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 最后捉拿蒋介石 最后捉拿孙建英一事就不了了之了 其中乾隆林中最珍贵的一件宝物 就是九龙宝剑 乾隆一生月宝无数 能选中带入地下的 一定是他最心爱之物 而这把九龙宝剑就是放在乾隆棺果中陪葬的 传说这把九龙宝剑 金饼金鞘 剑身锋利无比 剑饼很长 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 香满珍贵的红蓝宝石 上面雕刻了九条金龙 象征九九归一 而孙建英将这把乾隆最珍贵的九龙宝剑 交给了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戴利 让他送给蒋介石 而这把宝剑的经历可谓曲折 当时是1939年 正值对日作战 于是戴利把这把宝剑 战时交给了当时保密局北平站的战长 马汉三保管 谁知马汉三在1940年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 为了保命就交出了九龙宝剑 于是这把宝剑就落入了日本女间谍川岛方子之手 抗战胜利后川岛方子被俘 戴利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川岛方子 这把宝剑又回到了戴利手中 1946年戴利带着乾隆的九龙宝剑 从青岛飞去南京 准备把宝剑交给蒋介石 结果飞机撞在了戴山上击毁人亡 这把九龙宝剑也被烧成了废铁 蒋介石下令把九龙宝剑陪葬给戴利 戴利生前杀害了太多的人 1951年在南京各界的强烈要求下 戴利木被夷为平地 那么九龙剑缠身是否真的和戴利埋在了一起呢 据当年在中山林从事文保工作的刘微才述说 当时戴利木的平毁工作 就是在他的监督下完成的 当时挖开戴利木后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红漆木棺 里面的陪葬物 有一把被烧得变形的左轮手枪 一个皮鞋后跟 还有一个就是那把九龙宝剑的蚕身 剑鞘剑饼都被烧毁 只剩下一个一尺多长的狭长铁片 锈石的厉害 只能依稀看出宝剑剑身的样子 而这些东西都被倒进了目前的池塘中填埋 尽管乾隆时期国力强盛 空前繁荣 但是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工业革命的时期 整个世界走向了另一个维度 而晚年的乾隆 并没有意识到清朝盛世下的危机 仍然沉醉于他的吟诗作曲 把玩古董之中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死后会落到如此地步 清朝也随之灭亡 而他的传奇故事和精美的陵墓 留给后人的除了惊叹 更多的就是一声叹息了 好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这里是小韩哥来了 本频道是讲述宇宙和世界未解之谜 宇宙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Peace 不客 somewhere 都不客气 叹出宅